我也不瞒吴掌柜,现在顺义斋的生意不如往常,我也是在想出路。 吴掌柜夫妇二人,其实手艺这番精巧,做出来的吃食也这般的好,不如你我两家合作。 吃食放在我顺义斋来卖,既能让顺义斋扭亏为盈,也能让二位赚更多的钱。 我这边也带了十足的诚意来,这利润上,我已愿意四六来分,吴掌柜加六,我加四。 吴卓远跟卫士再次互相看了一眼。 年前年后,来寻他谈生意的人不少,开出来的条件也都十分的诱人,但像顺义斋这边开的这般诱人的,却是没有。 陆掌柜的意思我明白,但也不瞒陆掌柜,这家铺子也是我跟人合作开的,这吃食也是出自另外一位嫂子之手,合作的事不是小事,我们得好好商议商议,才能做决定。 这样吧,陆掌柜不如三天后再来一趟,到时候咱们再细说这件事情。 也好,那就依吴掌柜所言,我三天后再来掏扰吴掌柜。 事情谈到这个地步,陆文晴并也没有多呆的必要,便起声告辞了。 即刻回家。 车夫文言甩了鞭子,赶着马车缓缓地往前走。 小姐,我们不再去寻一寻了。 不了,先等着吴掌柜的信,到时候再看一看结果如何吧。 可是小姐,彼此总觉得,那吴掌柜那般说话,似有推辞之意。 方才那小伙计说,这吃食都是吴氏夫妇做的,和那吴掌柜却又说,做吃食的其实是另外一个人,感觉像是个敷衍咱们的。 我估摸着,三天后再来问询的话也是托词,只是怕一口气拒绝咱们,显得不好看罢了。 还有,小姐,鼻子是觉得小姐的姿态放得太低了一些,不必一开始就对那些人说得那么清楚透彻的。 做生意人,都惯会踩高捧低的,到时候若是觉得小姐好难捏的话,便想着蹬鼻子上脸,仗尽便宜了。 我知道你的担忧,只是到了这个份上,无计数推辞也好,是假意也罢,咱们都只能等着了。 至于姿态低不低,说得透彻不透彻的。 咱们顺一斋现在这副模样,旁人若是有心打听,也能打听个十之八九出来,隐瞒也是无用。 反倒是显得咱们遮遮掩掩掩,做事心意不成。 与其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,倒不如坦坦荡荡,旁人还能高看两眼。 倘若这吴掌柜是真的如你说的这样,看人下菜碟,想拿捏人的。 顺一斋已是如此境地,到时候这生意不做也罢, 倒也并非什么大事。 陆文晴事情看得颇为通透,见自家小姐这般地说,连翘心中顿时也不是个滋味。